番茄容易种植,却也容易得病。 今年我就遇到了两种常见的番茄病害。 这不,邻居家成熟的小番茄就发现了这种烂头病。 而另一颗大番茄未成熟的青果上,也发现了这种黑色腐败的状况。 发生这种情况就是番茄受到了细菌感染, 我多年观察下,发现可能由这两个原因造成。 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年气候如果闷热多雨, 番茄就很容易大面积感染, 因为我不使用农药,所以只会尽量铲除有病的番茄。 如果只是个别蜘蛛发生这种病害, 就有可能是因为光照通风不足, 枝叶过多,或者是浇水不当造成的。 尤其是种在光照不足地方的番茄, 剪叶就显得尤其重要, 一定要尽可能地去掉侧芽, 不然叶子会越长越多。 由于番茄的枝叶过于茂密, 我们浇水以后,水汽就不容易扩散, 湿气越来越大, 就会让番茄出现烂头和腐败的现象。 所以番茄底部第一组果实下面的叶子要全部的剪掉, 利于通风, 遮住番茄的叶子也要剪掉, 来补充光照。 出现烂头病的第二个原因, 还可能是因为番茄缺少钙元素, 易雨潮湿的天气也会影响番茄对钙的吸收。 解决的办法就是给番茄补钙, 如果我们想图省事, 可以直接到园艺店买一袋花园石灰, 不仅可以补钙, 而且还可以杀菌。 花园石灰很便宜, 但每次施撒也不要过多, 以免烧根。 我一般是每两周撒一小把即可。 另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自制蛋壳肥, 为番茄补钙。 零成本的蛋壳肥如何制作, 都可下期跟大家分享。 最后要提醒大家, 如果番茄出现病果, 要远离销毁, 不要把病果扔在地里, 以免连环传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